《荺蓮美書》第一章第十節 看來我今天立在列邦列國之上 我要施行拔出拆毀 毀懷傾伏 又要建立災直 原來靈修是什麼呢? 原來神所要求的靈修是什麼呢? 我們曾經分享過鷹的禁食 說過那些人禁食的時候 如何欺詐窮人 紙罵人的紙頭 神說你們禁食的時候已經將這些除掉 這就是告訴我們 原來真正靈修的價值和意義 就是從根本裏面 改變我們做事的做法和觀點 這其實就是真正那個秘密 但很多人只是希望在靈修當中 抽取那種甜靜 自我安慰 那種感覺 祂求平安 但不是改變自己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換句話說 其實真正每一次我們靈修之後 神就會特地給我們一個要求 那個要求 以不同的形式 在我們的生活狀態當中出現 有時會甚至以恐懼的情況出現 事奉或者甚至不要說事奉 在日常生活當中有吃力的感覺 甚至有時會面對被人指責 或者你面對缺乏 煩惱 或者犧牲 這就是我們統稱生活的總和 生活上常會為我們帶來這些東西 我們最流行說是帶來壓力 這就是現代最流行說的 越超頻的時候越有這個現象 但問題是 原來靈修真正的意義 甚至在旁邊插汗 就是我們繼續有沒有能夠維持 用一個靈修的心情去面對這些恐懼 吃力付出犧牲 還是我們立即轉變了面色 我們變了態度 我們對人們罵 我們說消極的話 我們用完全相反聖經的方法 因為靈修還靈修 做人萬做人 你會看到這就是典型神 怎麼會呼召感人 但很多人看不到自己的盲點 甚至別人告訴你這些盲點 還要得罪他 你最好等他心平氣和的時候 你最好等他又回到 被動靈修的心平氣和的時候 你才跟我說 你現在在我犯錯的時候說 你不怕得罪我嗎 你不怕激怒我嗎 你見見了 很多人根本是這樣 他們位分越高就越大腿 你會看到這些人一生的信仰 是得過吉的 而並且 最瘋狂的是 遇到那些極之urgent 極之德塞大的侍奉 嘩 你發覺那個人就用血氣了 正如我所說 我自己在侍奉當中 其中遇到一些所謂的人祈禱 出名就是為人祈禱SNAKE IN POWER 他開頭就推 後來就把腳放在別人的腳跟上 然後再推別人的頭 等別人向後 不得騰地看到 SNAKE IN POWER 這樣都做得出 你會看到 為什麼呢 我親自在加拿大 跟一個牧師談 他覺得是一點問題都沒有 而實際上 我跟牧師談完之後 我告訴給Gideon Gideon 即當時的趙仲娟 他用這個方法 其實是裝假的 即是用血氣的方法 竟然呢 Gideon 牧師的複述就是 OK 我跟Gideon 牧師說 我以後都不會請他來 我們香港教會分享 但Gideon 牧師說 我會繼續請 而實際上 當時我跟牧師在談的時候 就是這個牧師在Gideon 帶來一個十天聚會 明白嗎 你知不知道 在神眼中看這種 我當時都說不出口 在神眼中 這兩人在神面前是犯斜任的 他們不知道 他們覺得為了成功 當然是這樣做的 做得到不擇手段 一個就想著 我不擇手段要我成功 另一個就想著 不是我做 是別人做的 我只看一眼開 只看一眼閉 讓我的人數增長 但問題是犯斜任的 但問題是 你知不知道這個 已經是我見過 基督教當中 很多時候 帶聚會 或者是 教會之間建立 這個已經叫做 最溫和的 不擇手段 你想想 神會不會呼召這些人 跟他們說 我現在立你 在列邦列國之長 要施行拔錯 拆毀 毀壞 慶福 你想想 神會不會呼召這些人 但這些人 他從來沒有想過 他沒有想過 我現在在說 你們兩個都是牧師 一個 甚至是 我啟蒙的老師 但問題是 這種犯斜任 是誰做的 都是犯斜任 在信仰上 但問題是 我仍然說 他已經是基督教當中 最溫和的方式去犯 這種已經不是用血氣了 已經是由血氣跳到 神的面前犯斜任 你知不知道 所以這些人來說 你以為沒有靈修 你以為沒有討告 你以為沒有看聖經 你以為沒有聽詩歌 你以為沒有聽詩歌 但是那些 有沒有改變到他們 做事的方法呢 因為我也很明白 我明白的 因為我也是個牧師 我當時的教會人數 遠遠多於趙中拳 所以我知道 如果他不用這個方法 如果他放棄這個方法 是爛十倍的 我知道 因為我走的那條路 是爛一百倍的 我當然知道他放棄的時候 是爛十倍的 我自己在走一條爛一百倍的路 我怎會不明白 我正在說這件事 靈修會不會使你 甚至甘於蝕底 甘於用一些方法 是密密蒙文的 甘於用一些方法 神章顯的話 你直接就是什麼都不做的 你會不會願意這樣做呢 但是很多人 靈修一輩子 都不會願意為神做一次 然後他就希望 我成為先知 我要成為使徒 我要成為國際先知 整個基督教界 走巴蘭的路 很多都是這樣 當然 如果是說唱歌的 那些更壞 更多 簡直 他們很輕易 為了編曲編得好 或者彈奏彈得好 請那些食大麻吸毒的 在錄音室照錄 明明眼不見就乾淨 錄了之後 我自己唱把聲上去 不關我事 給了錢也是 只不過是最好的出貨方法 我正在說這件事 就是這些人有沒有靈修 你猜 他有靈修 但當他面對缺乏的時候 他怎樣 他面對煩惱的時候 怎樣 他仍然走一條路 是同世人 是無疑的 這樣 你會看到這個人 走完一生 他自己屬靈的道路 他有沒有更像神 當然不用想 他哪有可能更像神 這班人 你想想 神秘大夫照 他不是很大件事 因為就好像這段經文後面說 又要建立災籍 這班人在建立什麼 這班人在災籍什麼 他要什麼榜樣 在人的面前去示範 所以你聽災再聽到現在 你會看到 我跟很多這些 蘇詠智 Hilgo 跟香港很多不同的牧師 去周全的時候 你會聽到很多他們的事跡 但問題是他們的事跡 原因就是我跟他們都有靈修 但是靈修是改變了我做事的方式 以及體事的觀點 換句話說 我是以討告的方式 例次討告的方式 當然當然會討告 在密室內討告 但是當我出去接觸人的時候 我講的是接觸我的晚輩 譬如我的兒子 我也是用討告的態度去教他的 我接觸我的太太 更加不要說我接觸弟兄姊妹 我全部都是用我討告的態度 就像在教會當中擔一張椅子 以前我做了洗廁所 搞音響 我是用什麼呢 我不是用慎的方式 我是用討告的方式去完成這個工作 這就是靈修真正的意義 但問題是 這是小事 如我所說 這是小事 但當你有一天遇到恐懼 你如果照著神的做法 你會失去的 就像主耶穌一樣 主耶穌可以避開他自己 有的一切衝擊 他不用到最後被拉上 要釘在十字架 原因你會看到主耶穌所作出的 付出犧牲缺乏 就是因為他面對這些煩惱 衝擊恐懼的時候 他自己是用靈修當中的態度 去面對 好 那你現在就開始見到另一個世界 而李美書第一章第十節 看我今天立你在列邦滅國之上 我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伏 又要建立災藉 新水年時刻 經聽我心偷窟 會有引渡 全讓我無跌倒 哦 我到過世間漫漫漫浪途 像我身上陰景滿高 我重開我心 向負荷物見過高 戴著身 我在世途上爭 穩別不退道 我不出自信 向被神勇 發光太好 我動言 讓我耶穌 要登上 驚慌永遠都已留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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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